现在这个比赛来到了最后的单挑阶段 一百多人的比赛 谭轩和库文现在争冠军 这手这个筹码量可以看出来啊 现在库文的筹码量 现在啊就后手552500 两个人差五倍了 可以说谭轩的劣势特别大 看这个翻牌是960 一个是中队,一个是顶队 而且这个牌面还是比较湿润的 其实这种牌面,光看牌面啊 其实这个牌对库文更有利 但是库文一直在盯着谭轩看 我看你有牌还是没牌 这个牌面对库文也挺有利的 但这里边谭轩是真集中对时了 要是大家都没有牌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底时库文更有利益 这边谭轩也是选择了空石 也是藏一手这个对时 库文也是觉得没必要打 选择过 结果转牌又发了一张石 这张石可以说对库文来说非常的坑爹 因为桌面上发出两张石 你种一对酒的人心里想 那对面很有可能没有石 桌面上发出两张石 凭什么你手里边还有一张石 这把谭轩就是手里边还有一张石 两个人单挑这么巧吗 发出公盾石你还有 对的 这时候排库文大概率是要尻的啊 谭轩这下注量也很好是吧 100万下60万 好像要把你偷走似的 库文说你想偷走我 没门 我靠下来 合牌 结果合牌好巧不巧的又发出一张酒 这张酒其实 怎么说呢我 多少还行吧 对库文来说 算好算坏嘛 要买花成花了 但是让他三条酒啊 他不赢十 但是这张牌一样一些 其实买顺什么的一些牌 没有买到啊 比如你是勾圈是吧 半头级都没有买到 155 155啊 这听说155啊 155万 这个对 库文不知道这个牌能不能跑掉啊 谭轩这枪可以说下的非常非常的重 是吧 把偷鸡沿到底 应该就是 你猜我有没有牌吧 我是真有花还是假有花 我是真有石 还是假有石 就是这样是吧 顺子一般 他不太敢这种牌面 他不太敢这么打的 比如你要是什么 78是吧 67890 在这种样的牌面 顺则不打大的啊 选择 这不好判断啊 库文觉得判断不了是吧 尻 因为你前面扔那么多筹码了 你觉得 有可能领先 有可能落后是吧 那你肯定是尻 要不然之前你扔的筹码就白扔了 对吧 所以库文这里边抓偷鸡啊 可以说转牌这个石发的 对库文来说非常的坑低啊 这球也不打 其实还是不打地是吧 最后库文还是尻了 这样的弹旋筹码来到了840万了 这手牌是库文 起瑞斯到50万 弹旋八九同色肯定要尻 这么好的结构牌啊 脾气不好的推出去了 打你个气牌率 你要跑马 八九的牌 反正还是尻好一点 要是90可以推回去 你要跑马就和你跑了 90跑马还挺厉害的 90同色 其实八九也不是不能跑 这个分牌啊 弹旋八九 但八九 推要令 还是多少 有些鲁莽 这个牌弹旋 应该是要打 有位置打一枪 看看对方什么情况 知道 自己有位置 这牌也不太容易 别人就推回来啊 这牌我觉得八九还是要打 八九这个两对也没有很大 因为再发出很容易发出大牌 这个大两对变成了中两对 80万下的非常的重 这里边 其实 这牌也还可以是吧 他是六七八九十 八九 他库文这牌真的非常的强 真的有可能再加重回去 库文这牌了 真的拆克瑞斯了 因为他是买上下顺的 如果不 噢靠啊 骚睡我的 我怎么听这个英文说 拆克瑞斯 你知道吧 我以为加重回去了呢 结果转牌来了一张Q 又是这张转牌非常的康酷啊 而且现在 这枪还打不打啊 这张Q其实没有太改变太多的局面啊 让石钩形成顺子了 但石钩这样的牌 也不好说啊 其实没有那么好说 这条枪啊 这条街 但是我真觉得这条街也不是不能打 好 我看他还是选择下桌 直接选择熬裂 看 库文看他眼神有点 他有点有点没想到啊 稍微的啊 他眼睛突然有点张大了 看他瞳瞳有变化 他有些吃鸡 看他这个牌有点不太好靠的 说实话 毕竟是一对Q 看他这牌还是买上下顺的 8,9,10 狗球 6,7,8,9,10 他如果是落后弹轩的话 他也有出路 但弹轩如果是石钩的话 他就有点疼别了 是吧 弹轩是石钩的话 他7就没有用 我还拿走一张他钩 平分的出路 这牌这么看 还有点不太好尻啊 这牌弹轩那么巧 是正好买花顺双抽 对你投机吗 转牌发出红桃 手里边两张红桃 或者弹轩就已经成顺的了 这牌有点是偏向于不能尻的 这牌啊 固恩其实有球稳 固恩这牌这么多筹码 其实他这牌买上下顺的加高章 其实翻牌也 两个人单挑 也能拆可坠 这牌子的啊 弹轩拿到90 看看怎么选择 选择了过牌 那这样我们来看看这个 翻牌 结果翻牌 弹轩直接击中天顺 七八九十钩 这里边 这个固恩的牌又是这有点 类似那样的牌啊 就他上手和探旋 咱们做的那手牌 多少有点类似是吧 买卡顺买有高章 有一张 有一张 有一张黑桃 明天有一张黑桃 但这牌感觉 怎么说呢 他又是十勾圈连着的 你知道吧 比如发出K啊 什么的 下二十万 这手牌其实我觉得没有上手牌强啊 他上手牌强了 他这手牌选择了 再加注回去 你看这里边有 可能有很多买牌啊 这个牌面 很容易出买牌的牌面 发黑桃啊 发黑桃 发一张K K还不错啊 K其实 没怎么改变这个局面啊 但这张K在 固恩的眼里还不错 他十勾圈K 他连续投机 这里边弹轩可能要推腰力了 这条街啊 不让一些买牌 让他就这么白买啊 他尻进去让他这样买 这玩具法要凹链 一些花会反抄你 一些顺子也会反抄你 这里边发出张9 也反抄弹轩 90勾圈K 这里边应该是要Race的 这里边要凹链的 也不一定非凹链吧 也就是Race 但我觉得这个筹码量一般就凹链了 也没有什么 太多Race的必要 什么 冲码量就凹链了 这里边库恩也就靠不动啊 只有排一张 其实这个K 有点挺坑库恩的 让库恩的牌力也变得挺强的 买香瞎顺的是吧 如果是张黑头K 那这个牌局就变得复杂了啊 那库恩不太好说了 这干什么要发一张牌啊 他这想看最后呢 这可能他想看看库恩的牌 一些情况啊 采判过来了 不能看牌 不知道什么情况 反正弹轩 这个举动说实在的 有点不规矩啊 弹轩这人还挺活泼的 这手牌咱们看看合牌啊 合牌这里边其实发出了一个公共牌面 是吧 十勾圈 开枪 弹轩这里边就是一个平分的牌面 弹轩这里边要偷鸡啊 这里边偷鸡 你唯一能演的牌型 就是一种牌 葱花是吧 Flash Flash 我一说英文有点不自信了 我给他用啥不自信的 要念的不标准就不标准了 自信一点啊 Flash 算了算了算了 这里边弹轩瞎鸡 130万 打个超尺 其实这个鸡下的还是不够大 你知道吧 这应该下的更重一点啊 还有可能给对方打跑 这个鸡是肯定不会给对方打跑的 这种牌你肯定不相信你中花的 这里边裤鸡想这么久吗 一般这种牌面这种树一般不会相信的 所以他们这个底池也没有打得很大 这里边几乎就会扣到 Flash Flash 你还裤鸡挺吃惊啊 这就是 库问问你是不是Flash 问你是不是花 弹轩说 You are right 你是对的 那就是我是花 一看牌 库问说 这不是啊 是评分 弹轩 这是库问说sky 应该就是害怕吧 弹轩其实一看见库问的牌是吧 是合牌发生评分的 转牌他还领先呢 然后说fuck 是吧还挺好玩的对话 咱就录一下 记者 记者 是 绿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